我曾经预测11月4号前 侯友宜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定案 但是大家再说下去的话 只有眼睁睁着看着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得利了民进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10月31号 五间柯文哲跟侯友宜互动非常的拼的 柯文哲宣示将要全台宣讲 这是他参选的起手势 侯友宜不至于此 那双方虽然握了三四手没有交集 但是在晚间突然峰回路传 他发生了一个 我躲你追 我改你查 这八个字是什么用意 就是说中午的场景还在大家的脑海之中 可是到了晚上10点 晚上10点 朱立伦侯友宜柯文哲 三个人在台北的北部一点的地区 一个是新店 一个是景美 他新店跟景美这两个地方 因为柯文哲是从宜兰赶回台北 那我们讲 柯文哲赶了回来 就我所知 是当天中午到下午的时间 柯文哲接到了朱立伦的电话 那这通电话就是说 请柯文哲在宜兰行程晚上结束后 能否回到台北 回到台北 侯友宜跟朱立伦两个愿意见柯文哲 除了见柯文哲以外 就是说在时间的压力之下 许多事必须要做解决 所以柯文哲也同意了 那这则消息是晚上将近八点多钟的时候 就已经透露出来了 就是说朱科侯密会 朱科侯的密会之所以引起重视 有三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 是不是摊牌的时间到 所谓摊牌 就是说你走你的路 那我走我的路 那双方不必谈了 那第二个为蓝白合作 争取最后一丝的政治空间 那第三个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国民党这一方面在时间的压力之下 他必须要在这个礼拜做个决定 否则的话再拖下去 包含不分区的名单 柯文哲已经提出来了 柯文哲已经提出来了 国民党还在等 那第二个 就是说区域立委 柯文哲提名的是一席 那朱立伦针对蓝白合的区域 要不要大家再协商一次 否则的话 两人往内护导 得利的是民进党 柯文哲同意了 柯文哲不但同意 而且从宜兰回台北的回城上面 他愿意就近跟朱立伦 跟侯友宜见面 那换句话说 这一次的密会 就是形同内摊牌 按照道理 本来是11月4号 就是周五以前做个决定 但是他提前到周二 那显然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急迫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朱立伦柯文哲跟侯友宜三个 就第一次坐下来好好的谈 过去朱立伦也好 过去侯友宜也好 都是分别见柯文哲 但是这一次是三个人 三个人真正坐下来 谈了53分钟 那谈话的地点 就是在台湾的景美 本来是在新店 那新店因为消息曝光了以后 那记者就不断的追查 这个不断的追查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人几乎被电话轰爆 第一个就是朱立伦的秘书 第二个就是柯文哲的秘书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一次的秘会当中 必然也会讨论到下列的问题 第一个究竟谁代表蓝白河出征 第二个这个大卫人选的产生方式 究竟要怎么处理 那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比较适的其他话以后 双方怎么合作 当然它的前提只有一个 蓝白要不要共推一组人马 就我所知 蓝白共推一组人马 大概是会撞墙 因为至于蓝白的人马如何产生 这是问题的真意点 那这个真意点从九月一直谈到十月底 足足两个月的时间 你还瞧不定的话 各位就可想而知 就是说大卫人选 至少要在十一月四号就要确定 不能像柯文哲一样拖到十一月二十号 那从四号到二十号 那十月三十一号只不过是会前会 所以各位就不必有太多的期待 这次叫做交换意见 交换意见 但是正式会谈 在未来的两三天 会有一个比较明朗的发展 这符合我一贯的预测 我曾经预测十一月四号前 侯友宜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定案 但是大家再拖下去的话 只有眼睁睁着看着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得利了民进党 每个小时都在吗 每个小时都在应该 是最高的 第一个小时都在